骑士骑车直行 准备提等红灯 却被前方银色轿车给堵住 这时一名富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背起包包后就往右后方车门走 一开始骑士还以为难道车子出了什么问题吗 富人开了车门 在后座瞧了好久 像是在整理东西一样 直接前方绿灯亮起 驾驶也没有注意 车没停好就算了 也不闪灯 这辆车大喇喇的就停在车道上 这时一名小女童才从车上缓缓的走了下来 其实这才恍然大悟 家长要接送小孩上下雪 拜托也把车停好吧 没看到左后方的来车 都因为你没办法通行吗 如果有人没注意直接撞上 罚则算谁的 警方表示如果驾驶在禁止 临停的地方停车 导致车祸发生 已经违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五十六条依法可罚六百到一千两百元 驾驶也可能触犯刑法 车上过失伤害过失致死罪 最终可罚两年有期徒刑 但诸如此类的车祸意外人 称出不穷 叫车随意聆停 又突然打开车门 骑士闪避不及 喷飞在地 驾驶一个不经意的窘斗 让类似车祸世界悲剧收场 最后孟茜宋湘霖新竹报道